Hello,大家好,我是晋晋,欢迎回来,我最近买了一个面包机,就是这个三品的面包机,它呢是可以最多做两磅的面包,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面包机,而且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比较便宜的面包机。 那我们一起开箱,先是说明书,它的本体就长这个样子,里面是送的粮杯和粮勺, 粮勺,粮杯,还有这两个小配件,就都把它拿出来了,这个是里面做面包的,这边有一些按键,这边有一些按键,然后上面这个是个视窗,就是可以看一下面包做的情况,我按照说明书把它装起来。 这边面包机插上电了,这样看比较清楚,这边可以选择面包的颜色,然后这边可以选择面包的大小,这边有字,然后这个可以选择菜单,然后这边有一个开始按钮。 我从说明书里呢,选了一个这个比较传统的白面包,然后我要做1.5磅的,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在这边,它说的是要先加液体,然后再加固体,然后最后加入酵母,然后按照它的顺序来。 那我就开始在这边放吧,水,加黄油,水和黄油我都是用的室温。 银子,盐,面粉,奶粉, 糖,其实菜谱里面是白糖,但是我的白糖用完了,这边是红糖。 面上面戳个洞,加入酵母。 这样就按顺序放好了。 面包机的盖子上呢,有写它有13种不同的模式,然后选择它的需要的模式,然后选择你的面包大小,然后选择你想要烤制的颜色,然后按开始键。 听到声音了,通过这个视窗,可以看见面在冻。 这边需要的是三个多小时,是蛮久的。 希望可以成功吧,第一次用这款面包机。 现在面团已经变大了。 我的面包做好了。 我选择的是浅色。 拿出来了。 还挺容易脱模的嘛。 但是这个面包怎么形不太好。 蛮硬的。 切一下看一下。 切面是这个样子的。 味道。 我吃一下。 味道就是正常的面包味。 不是很松软。 因为我一按,那个地方按了一个坑。 。 那这个就是面包做好的样子。 第一次做,做的不太美。 那做面包的时间呢,还是挺久的。 然后效果大家就看到了。 然后,还可以吧。 那以上呢,就是这个面包机的开箱。 外加呢,使用一下这个面包机怎么样。 那以上呢,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你点赞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请你订阅。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。 拜拜。